人世间的一难平 不只存在于诗人默课的抱负力 也存在于一个普普通通的 为生活打拼的女人的人生中 有的人就像林阿姨 本以为自己可以顺遂地普通地活着 得到她应得的温暖 老天却总跟她开玩笑 让她的故事往奇怪的方向发展 林阿姨生下女儿时还不到25岁 纳惠儿人结婚都早 也不讲究什么调理身体 儿子才两岁多 她就再度怀孕 后来她就去做节育手术 上了环 没过几年又开始腰痛 纳惠儿大家都不知道上环的危害 婆婆以为儿媳累病了 心疼儿媳 就常常来他们家帮忙做家务 照顾两个孩子 婆婆住的小镇距离这里并不远 坐三轮车要花两块钱 十分钟到 但是婆婆为了省钱 盘山着不太方便的腿脚 步行四十分钟 省下钱给孙子孙女买林嘴 林阿姨的丈夫在厂里坐运输司机 每个月都要出差去外省 一走就是二十来天 那段时间林阿姨全靠婆婆帮忙 所以她很感谢婆婆 林阿姨自己还有一个姐姐 两个弟弟 这些兄弟姐妹经济条件比她还差 所以父母主要在帮其他家人 林阿姨挺知足的 谁也不埋怨 自己埋头工作 照顾孩子 眼看着生活条件好起来了 丈夫却在盘山公路上出了事 林阿姨非常痛苦 公公婆婆心疼她 给了她五万块 厂里也赔了钱 给她换了更好 更轻松的岗位 收入也比之前高了不少 再后来 两个孩子上了初中 林阿姨的公公去世了 夫家的其他几个兄弟姐妹 在外省定居 本想把母亲接走 但是老人不想离开老家 也放心不下儿媳 林阿姨就把婆婆 接到家里一起生活 每个月 夫家的亲戚会给林阿姨打生活费 用来赡养老母亲 婆婆心善 把这些钱多数花在两个孩子身上 林阿姨心疼婆婆 会给她买喜欢的花布 做新裙子 这也是婆婆唯一的爱好 好景不长 婆婆突然瘫痪了 林阿姨很要强 她白天上班 中午和晚上赶回家照顾婆婆 给婆婆做热乎饭 两个孩子就在学校食堂吃饭 上晚晚自习再回家睡觉 为了给婆婆挣出请护工的钱 林阿姨主动申请加班 以前领导照顾她 加班从不找她 知道她家的情况后 就把加班的机会给了她 同事知道后还发起捐款 给她支援了几千块 后来林阿姨攒钱 把这些捐款还给了同事们 就这样 林阿姨在儿子结婚前 已经伺候瘫痪的婆婆很多年了 儿媳和儿子之前 在二线城市生活 因疫情影响回老家摆烂 在附近市里买房定居 儿媳是画师 可以完全居家办公 她得知婆家的情况 主动要求帮忙 林阿姨很感动 同时也觉得家人照顾婆婆更尽心 就答应了 一直到林阿姨退休 这几年时间 一直是儿媳在照顾老人 林阿姨觉得挺不好意思的 怕耽误小两口生娃 一直想让女儿回来帮忙 但是女儿拒绝了 林阿姨劝女儿回家 是因为一线城市压力太大 而且很多公司 都在裁员 或是减少工资 女儿在外面生活 经常对母亲说 她失眠 脱发 存不下多少钱 可是女儿拒绝回家 非说奶奶以前偏心哥哥 不喜欢她 她不想孝顺奶奶 林阿姨很生气 又很无奈 老人压根没有偏疼孙子 林阿姨听女儿污蔑婆婆 心里很难受 总觉得女儿在外面 交了坏朋友 跟着别人学坏了 婆婆去世 林阿姨强称着精神 跟富家的亲戚 一起料理后事 可是女儿却没有回来奔丧 儿媳这几年 为照顾奶奶 就没考虑生娃的事 也不经常回市里 和丈夫生活 如今她要回去 过他们小两口的生活了 竟然发现家里多了一个女人 这个耐不住寂寞的美品男人 自己不方便伺候瘫痪的奶奶就算了 竟然在全家人辛苦的时候 还贪图享乐 林阿姨和儿媳都指望着她踏实赚钱 负担老人的医药费 她倒好 觉得自己挺有本事 必须满足一下空虚寂寞的内心 更无耻的是 儿媳还没发话 她竟然先提出离婚 这下把儿媳恶心得不行 催着她赶紧办离婚手续 林阿姨被这接连的打击 折磨的精神憔悴 晚上总做噩梦 天天担心那个小三跟儿子结婚 然后折磨她 也不知是幸运还是不幸 儿子离婚还不到一个月 就突发心梗在公司猝死 她还没来得及跟那个女人结婚 所以整整120万的赔偿金 一分钱都不会给她 全部给了林阿姨 而此时的林阿姨只觉得 自己的人生也走到了尽头 60多岁了 身边一个亲人也没有 林阿姨想让女儿回家来 或者她去找女儿一起生活 电话刚打过去 女儿就一通埋怨 叫她没事不要打电话 林阿姨把话吞了回去 她一个人办完了儿子的丧事 然后把这120万全部给了钱儿媳 人活着真没意思 打拼了一辈子 也不知道拼了个什么东西 林阿姨看着钱儿媳肃静的脸 喃喃自语 她什么都不想要了 什么钱 什么亲人 都给不了她想要的幸福 思来想去 竟然只有和婆婆一起上街 挑花不做裙子的那几年 是她最快乐的时光 但是命运还是没有放过 这个可怜的老人 她67岁那年偏瘫 一个人歪倒在家里 若不是手机在身边 恐怕死在屋子里也不会有人知道 医院通知了林阿姨的女儿 女儿匆匆回家 才知道哥哥死了 还有120万赔偿款 在女儿的追问下 林阿姨承认她把这钱给了钱儿媳 女儿瞬间暴怒 连夜就把神志已经不太清醒的老母亲送进了养老院 谁知 钱儿媳不知从哪听说了这件事 匆忙赶到这家脏乱差的养老院 给她办了手续 待她离开 她说 妈 别怕 我养您 从那之后 钱儿媳就成了林阿姨的女儿 一口一个妈叫得无比自然 林阿姨人生中最后那几年 就在这一生生恳切的呼唤中 渐渐回到了当初她二十多岁 对未来满怀憧憬的时光里 有的人会非常疑惑 明明自己一直在努力生活 对身边人都很好 可是身边的亲人却渐渐地离开 甚至有人会恨她 明明家里有品质不错的长辈做榜样 她的子女却莫名其妙地变奇妙地变了 幸福的童年时光到了她们嘴里 都变成了对她们的残害 成了她们自私贪婪的理由 很多做父母的想不开 不明白为什么自己的人生会变成这样 辛辛苦苦养大的孩子 最后会这样对待自己 这是很无可奈何的一件事 就像现实中两个小伙伴在小学玩得很好 上初中时一个人转学走了 在这个人嘴里 童年的玩伴被形容成欺负她的人 成为她讨好社交圈子的谈资 父母与子女也是如此 但是正常的子女一时糊涂 成熟后会悔悟 有些人却不会悔悟 为了树立人设 他们会变本加厉地抹黑家人 父母没有亏欠他们什么 却变成了恶人 被他们利用 成为博取资源或同情的道具 有这样的子女 父母也没有什么好办法 与其再和他们纠缠 不如对身边素质好的亲人好一些 比如儿媳 女婿一类 同样也是小辈 这些日常经常接触的亲人 其中不凡有些品质不错 靠得住的 父母该多为自己的晚年想想 与其被命运的玩笑拖垮 不如搏一搏 把善意给对了人 真诚对待那些懂得知恩图报的亲人 比被没有良心的子女压榨要好得多 不许可以 不许可以